我想說我家有 通寧汽水 然後又有勤酒 所以可以做Gin & Tonic 但是我今天沒有檸檬 所以我就直接喝 氣泡水加勤酒 我最近開始在看The Leftovers 就是 應該是叫做 末日餘生 不算是超自然的嗎 就是一個在講宗教的影集 然後在講說全世界有一天 就有2%的人 莫名的憑空消失 全世界2%的人 消失這件事情他們要怎麼去 就是調適自己的心理 就是如果你有家人消失 甚至是在宗教上也有一些爭議出現 然後就有一些邪教的崛起 然後他跟我想像中古太一樣 那我以為他會更 更超自然影集一點 但他結果他探討是比較人性 然後還有一些宗教 然後很深層的東西 那我現在目前看到 第六集 還蠻有趣的 如何更了解自己 如何更了解自己 好像不是一個 有辦法去 我跟你說怎麼做 你就可以自然而然了解自己 我覺得每個人就是隨著 歲數的增長就自然而然就越來越了解自己 然後經歷多一點就越來越了解自己 所以 如果說要更了解自己的方式的話 就是盡量讓自己去經歷很多事情 不要把自己 不要像我今天一樣都在家裡面 觀著 要多處去外面接觸人群 多接觸不一樣的環境 然後就是你跟外面能比較之後 相對比較之後 然後經歷一些事情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了解自己囉 有嗎 這樣有幫助你嗎 當初從文字記者轉到 U75目前最大的瓶頸是什麼 還好因為做內容很像 只是變成在不一樣的平台 我剛開始要克服的障礙 應該就是面對鏡頭很尷尬 大家現在還看得出來 我面對鏡頭很尷尬嗎 我就是對於 我是看到鏡頭 我就會就是很尷尬症的那種人 所以 我剛開始 請大家不要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先回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都會覺得很 很 很不舒服 就是 我可以看得出來我自己在鏡頭前的樣子 是不舒服的 就是我自己很不自在 對 但最近就是有漸漸的 比較 對鏡頭 比較沒有那麼怕鏡頭 嗯 我以前上集拿棒直播 一直都會怕怕的 然後現在就 有越來越 放鬆一點 以前就是 上集怎麼都會就正經為素 然後就會很緊張 講話還會解發這樣子 面對鏡頭這個瓶頸之外呢 文字記者轉到YouTube的 另外一個障礙就是 我覺得腳本 寫出來的感覺 要去抓那個tone很難抓 剛開始 因為你知道我寫新聞稿的那個語氣和我 就是寫 影音腳本的語氣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口語化嘛 然後 要讓觀眾聽得懂 然後又要說 口語化 然後又不能太口語 因為你要讓觀眾聽得懂 你的那個 那個條理在 然後 就是剛開始文字上 我也是要抓一下這樣子 為什麼版面都沒有男友 呃 很多人一直在好奇 為什麼我都不曝光男友 為什麼都不曝光男友 為什麼都不曝光男友 所以我今天決定要讓大家看一下我男友 就剛好我男友也在 我讓大家介紹一下我男友 這位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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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男友 為大家介紹一下我男友 喔 等一下 大家 喔 我男友 克里斯漢斯沃 對 那就是我男友齁 好不好 就是 那大家會好奇說 那Ryan Gosling呢 你不是最喜歡Ryan Gosling嗎 Ryan Gosling是我老公 好不好 Ryan Gosling是我老公 然後 這個是我男友 你看嘛 一個 一個男友 克里斯漢斯沃 然後一個老公 Ryan Gosling 剛剛好 對不對 大家都是被這個社會教條給束縛住 那事實上呢 我們人類不需要這麼多 節操 嗯 我們就是擁抱自己的慾望 就做自己 最近好像很多人一直問說 請問你人生的目標是什麼 我都覺得更加的困惑 因為我最近剛好就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人很難去幫自己設定一個終極的目標啦 因為就是 你會一直變啊 我覺得人就是 就是因為人有一種 永遠不滿足的特質 所以才會比我們一直進步 所以我覺得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我沒有幫自己 我沒有幫自己設定一個終極的目標 但是可以的話 就必須是做 YouTube還是媒體相關 我覺得做媒體就是一個心態就是 能夠製造多大的影響力 就盡量製造多大的影響力 就是想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這樣子 想問你平時有做哪些保養 或是生活上小堅持嗎 我不算是一個很認真保養的人 但是我 我有很嚴重的臉潔癖 就是因為我臉很容易過敏 所以 呃 我不喜歡人家碰到我的臉 就是我男友要碰我的臉 就不要碰我的臉 你有沒有洗手 的那一種 就是我自己也不會用手碰我自己的臉 就是我不會這樣脫我的臉 我要 我真的必須要撐住我的臉的時候 我也會用手背脫我的臉 我不會這樣不碰我的臉 我覺得手很髒 然後臉如果過敏的話 我就會長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所以我臉潔癖 然後 因為我皮膚很乾 所以我早上不會用洗面乳洗臉 我會用清水洗臉 嗯 就算是我的生活小件事這樣 討厭的男生類型 就是會有種陷入為主 覺得男生就應該要怎樣 女生就應該要怎樣 的那種人我都不喜歡 然後 我很不喜歡的男生是 那種很愛講解事情的人 我很不喜歡男生就是開始 就是 譬如說可能聊到車子 或聊到電話或什麼東西 然後 他就覺得 喔女生不知道我來講解一下 我最討厭這種男生 我覺得我有興趣 我自己就可以去爬文或什麼之類的 稍等如果是現實生活中的人 我應該會超級受不了的 我應該就是 會像Penny一樣 一直狂翻他白眼 我應該會就是跟他事不兩立 喔你是台北人嗎 我爸媽離婚前 我住在台北 我爸媽離婚後 我住在桃園 然後我爸媽在我很小時候 就離婚了 所以 我算是在 桃園長大 但是我的 可能幼稚園以前 是在台北 然後我也是在台北出生的 但是我並沒有覺得自己 像台北人 因為我就是 整個求學階段 都是在桃園 除了大學又回到台北念書之外 覺得生活的這個世界都體驗過了 沒有什麼好留戀的時候 該注意什麼 怎麼會 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這個世界什麼都體驗過 不可能 你知道人的壽命有多短 然後這個世界有多大嗎 你怎麼可能這個世界什麼東西都體驗過了 所以就是常常聽到有人說就是 我覺得我骨蓋經驗都經驗過了 我已經生無可戀了 就會覺得 那是因為 就是 你沒有去突破你現在這個圈圈 其實這世界還很大的 這世界真的很有趣 我最近開始有這種感覺 就是 不太可能 你不太可能該體驗都體驗過了 但是你可能會 你想體驗都體驗過了 那即便你想體驗都體驗過了 你不知道有哪些是你未知 但是你很喜歡的東西 等著你去體驗 當然人類很累 但是也很有趣 星座是什麼呢 射手座 我不信星座 我很奇怪 我不信星座 就很少女生跟我一樣不相信星座 所以我覺得星座是怎樣呢 星座就是 幫助你簡化 人與人交際一些很多問題的一個東西 就是因為你把人類歸類成12種 你就會就是可能在相處上 然後就是認識彼此上 你就覺得 就少了一個手續 你就可以因為從他的出生月份去判斷他是怎樣的人 那事實上 人生就不是這麼簡單啊 就是 人類會找到很多方法去簡化自己的生活 但是就事實上就不是這麼簡單 那你唯有去面對人生不是這麼簡單 這件事情 你才有辦法讓自己過得比較輕鬆 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不相信星座 但是我會就是當好玩聽聽 我不會去相信他 像是大家講水膩水膩 我完全不相信 完全感覺不到水膩啊 為什麼你們大家都覺得很水膩呢 我完全感覺不到水膩啊 不相信的人就沒差對不對 寶妮對於自己最有自信的地方是什麼呢 講到有自信這件事情呢 我真的算是一個 算是 算是一個全方位對自己都有自信的人 就我 我不是自戀 我是自信 就是 就是 我很相信自己 只要想要做一件事一定做得到這件事情 所以 對自己最有自信的地方是什麼 就 都很有自信 你要問我 比較沒有自信的地方 我比較可以答得出來 就是我對於人際 人際交往這方面 並不是很有自信 因為我偏內向 好 又有人在問身高了 我身高是170公分 怎麼 怎麼長高的 我很喜歡喝牛奶 是因為這樣子嗎 因為其實我們家族 沒有人長得像我這麼高 我 我就是 我爸爸不高 我媽媽也不高 然後我弟也不高 我弟比我矮 我弟比我矮 我弟比我矮喔 嗯 我弟比我矮 就只有我長這麼高 所以我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長這麼高 好像是 應該是我喜歡喝牛奶 我喜歡吃乳製品 就莫名其妙長那麼高了 牛奶就當水喝一樣 你幼稚園的夢想 是美人魚嗎 類似類似類似 我之前的夢想就是 呃 就是很喜歡迪士尼電影 然後就有點想當迪士尼公主 然後除了之外呢 就是我開始長大之後發現原來就是 呃 呃 長大必須要選一個真正的職業之後呢 我一度夢想想要當 咖啡店老闆娘 呃 想知道寶妮之前在日本的生活 我之前在日本呢 我之所以 我之所以會在日本住一段時間 其實也不算很長 就是幾個月一個學期這樣子 我之所以會 就是在日本念過書呢 是因為 我外婆 算是 日本 華僑 就是我 我媽媽的繼父是日本人 我外婆跟我外公離婚之後 她嫁去日本 然後 我媽媽呢 就因為我外婆住在日本 所以我媽媽大學的時候去日本留學 然後呢 就因為 就 我媽媽自己在日本 就生活過一段時間 然後她就是 呃 曾經一度想要試著去住在日本 然後她就帶我一起過去 然後她就有 試著把我送進日本的小學裡面去讀書 嗯 然後我就在裡面讀了小學 一年級讀了一個學期 然後就真的跟那些日本的小朋友一起生活 這樣子 然後 呃 那個時候呢 我就完全不會日文的狀態 然後就從五十一開始學 然後 每個禮拜三都會有一個姊姊來 當我的隨行翻譯這樣子 就還蠻有趣的一段經驗 就跟一群日本的小朋友一起念書 一起上學 然後就體驗他們的生活 營養午餐超好吃的 日本的營養午餐很好吃 你知道我 對日本 讀書那種回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他們營養午餐好好吃 對 回台灣就覺得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要吃這種東西 然後呢 呃 我 我還記得我臨走之前 就是我要回台灣之前 我為什麼要回台灣呢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這就是跟我家裡一些事情有關 就是我回台灣之前呢 他們就是全班同學 就還折了 折紙送我 每個人都折一紙 什麼紙喝啊 有什麼東西 然後就折一堆紙送我 然後我就是 哭著細花啊 就是要回台灣之前 很捨不得那些同學這樣子 然後 對我小時候 因為我外婆住在日本 所以我很常去日本 因為日本就 對我媽來說 可能就有點像娘家吧 所以她以前就是 可能每一 每年 至少兩年 就是會一直跑日本這樣子 對 所以 東京就 我在東京有一個家 就是我外婆家 這樣子 寶妮是怎麼跟吉拿棒成員認識的 又為什麼會成立吉拿棒 為什麼會成立吉拿棒 為什麼會成立吉拿棒 不是我成立的 所以不應該問我 但是是怎麼跟吉拿棒成員認識的呢 我先認識的成員是超立方 但是呢 就是超立方他始終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場景 我覺得很難過 我們第一次見面呢 是在貴壽魚哥裡 呃 貴壽魚他們產地的一個慶功宴 就是那個時候 呃 立方他有去倫敦出差 然後我是去北京出差 然後 就幫華納做了一系列報導這樣子 然後華納就 因為這部在台灣賣得非常好 所以呢 他們就有請我們吃飯 就是類似慶功宴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在那個飯局呢 我就第一次見到超立方本人 然後就是那個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小迷妹 就是天啊 超立方本人 然後 就交換了聯絡方式 交換了臉書這樣子 然後 就是超立方 我跟超立方講的故事 他就始終不記得那個飯局上面有我 我覺得非常傷心 對 立方我真的覺得很傷心 呵呵呵 對 我第一次 對 所以呢 那 超立方是什麼時候 記得我的呢 我不太確定 可能是我開始做自己的影片之後 他才記得我的 就是 呃 我第一次跟吉拿棒的 就是吉拿棒成立之後 我第一次和裡面的成員有接觸是XXY 然後那個時候 木迷在辦 木迷都會有一個就是請來賓來 就是聊天的直播節目嘛 然後就上那個節目 然後那天的節目 我就是聊亞瑟王者之劍吧 就去年大概那個時候 大家就自己去看那個電影上映的事情 就給大家知道我跟XY認識是什麼時候 去年的亞瑟王者之劍的時候 然後聊完之後呢 就旁邊他們在工作室 然後立方就 就也加入 他就說 欸保尼亞你要不要加入跟我們一起做節目 然後就天啊 超立方你要我做節目欸 對 然後就是第一次 開始跟他們談合作這件事情 然後就 跟他們全部成員見面 然後就第一次見到了部長 保尼七夕怎麼過 我不過情人節 我很期待我不過情人節 我不過情人節 也不過聖誕節 我跟我男朋友 唯一會過的節日是生日 我 我 我知道人類就是喜歡幫自己 找一些理由慶祝很多事情 就是想 偶爾想要享受一下 或是就是 有的沒的 就要幫自己找一些理由 要開趴 要慶祝 但是就是 真的不用這麼多理由 你如果想要就是 甜蜜想要放閃 你隨時都可以放閃 我覺得就是沒有必要過這些節日 這樣子 而且我覺得 節日好難記喔 我都記不住那些節日 然後就是很多情侶 就是情人節 要慶祝 聖誕節又要慶祝 然後一年又有三個還是四個情人節 然後交往紀念日也要慶祝 怎麼那麼多節日 不覺得很麻煩嗎 問一下男生齁 我覺得 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覺得 一年就是記住一個 最重要的人生日就好了 而且我情人節 都是要就是 大家提醒我 才會想到 咦寶妮 你跟你男友怎麼過 我就蛤 然後才知道 原來是情人節 有人問說 YouTuber要應付很多沒有禮貌的人 會不會覺得很累 會啊 所以我都不應付 我都不應付 我不像很多 其實YouTuber都會很認真去回覆那些網友 就是 我覺得好累喔 就是他要跟那些 因為這個人如果今天講理 他就不會做這種事情了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必要跟我說 我就直接無視 然後 加上 我的 我的心臟其實很弱 我心臟很弱 所以我不太看網友留言 我在自己的粉專 和自己的YouTube頻道下面留言 我是會看的 但是我不太看 除此之外 其他地方的留言 就是我覺得我心臟承受不了 我的小小的心臟承受不了 那些批評 所以我不太會去看那些網友的留言 然後 對就是本來就不可能 讓所有人都喜歡你 所以 你如果真的去在意的話 真的就是會很累 所以我 我選擇的就是 無視他 訪念摺偶條件 我上次現實動態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幫自己設 所謂的理想型 和摺偶條件 但是我前陣子在跟我室友聊天 然後就聊到一件事情 所以他說他前男友是不看動漫的人 然後 我就說 我前男友也不看動漫 然後我們就討論到後來就覺得 跟不看動漫的人好像真的處不來 就是 怎麼會有人不看動漫啊 呃 就不是說不看動漫不好 但是你就大概可以確定 不看動漫的人 基本上跟你不會是同一個世界 就是 就是整個 我覺得會整個價值觀 和整個興趣 都是兩個 就是會不一樣 這樣子 所以最後我們結論就是 好像不能看動漫的人交往 好 下一個問題 有什麼現階段想完成的事物嗎 有 都是很小的事情 應該是說 我決定在27歲前 我今年 我年底12月我會滿27歲 我想要在27歲前完成一些事情 像是 我想要去刺青 就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做的事情 想要去刺青 我應該會在生日前去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 我想要一個人出國 年底前我會嘗試一個人出國 然後去 應該會去日本找朋友 然後 我想要讀完一本跟女權相關的書 因為我想要關注一下這個東西 然後 要 要就是 降低體脂肪 我覺得我體脂肪真的太高了 我覺得我都沒有在運動 我想要成為一個結實的人 這都是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 只是我一直都拖著沒有去做 所以我就決定 就是在27歲前去完成 因為我覺得26到27 又是一個坎 我覺得26勉強 聽起來還是一個妹妹 勉強還聽起來像是個妹妹 但是27歲聽起來已經不是妹妹了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想要在27歲前 就是把一些從 以前還是妹妹想做的事情 就一次把它做完這樣子 寶妮在這份工作有遇到什麼低潮嗎 低潮一直都有啊 所以最近又是有另外一個低潮 低潮一直都有 因為 我覺得以創作為生的人 都會多少 就是 都會有一個 就是 就是一直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的 一個 砍 心理的一個砍 就是永遠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 但是 就是 旁人 即便旁人再怎麼說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那你自己看自己的作品 就是覺得 不行 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就是你一旦陷入一個 覺得自己 很廢的一個 那個 心情裡面 你就會很容易出不來 然後就會陷入一個低潮 創作真的很容易卡關啊 然後 有時候即便 硬逼自己生出一個東西了 就是 還是會不滿足 我覺得 一般人工作應該是我 我工作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 那個目標可能是一個數字 可能 對可能是一個數字 一般人工作可能可以從一個數字 直接去看 那個 成績到底如何 但是 你作為創作者 那個 那個滿足感 很難去從 數字去衡量 就對我來說 甚至也不是流量 因為流量 不代表我做得好 你看我那支四秒廢片都可以有 比我大部分影片還要高的view數 所以就是 對創作者來說 你很難去衡量 到底怎樣是夠好的 於是你就會陷入一個 我永遠都不夠好的一個迷思裡面 但是 一旦你的粉絲給你一些回饋 你那支影片顧不到我 你這支影片真的有幫到我 就是我覺得你講的真的很好的時候呢 真的是會有成就感的 所以就是粉絲真的是我們的養分這樣子 想知道哪三部電影對你影響最深 哪三部電影 小買人瑜 海底總動瑜 阿拉丁 就都是迪士尼電影有沒有 這應該是三部我重看最多次的迪士尼電影 所以影響我很深 就是不論是人身上或是就是 各方面給我很多的歧視 然後 當我無聊想哼歌的時候 腦中低而浮現的 會是這三部電影的歌 好大家 大家今天就是晚安 謝謝你們來看台 今天居然就是也有四百多個人 非常的感謝 非常感謝 有大家 大家 來看台 看台喔 好像我是實況主一樣 這不是台喔 看直播看直播 晚安各位拜拜晚安 大家早點睡齁 我這杯還沒有喝完 我等一下慢慢去把它喝完 然後我要去看完 剛剛那部我還沒看完電影 晚安再見 掰